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1個單元裡面的第14頁 主要就是我們這一次的VBA就不是用錄製的 而是自己來撰寫 所以自己來撰寫程式的話難度相對也就越高了 只是說要怎麼樣在Excel裡面撰寫所謂的VBA 這個VBA主要的功能就是說我們把之前輸出到Excel裡面的公式再輸出到我們指定的儲存格裡面的話 這個程式該怎麼寫 也就是說有點像是上個禮拜我們做的這兩個按鈕 不過這兩個按鈕實際上是我們用錄製所產生的結果 所以錄製下來的程式基本上你會發現這個就是錄製下來的程式 你可以從聚集裡面找到串接 按下編輯 這個時候的話他就會幫我把程式給叫出來 那其中有這一段Sub到這個End Sub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錄製的 那動作也有把它寫上去 字把它放大的話工具 選項撰寫風格 把這個字稍微放大到14號字好了這樣看比較清楚 那各位可以看到基本上我們所錄製的程式 它一定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聚集裡面 那你可以按編輯 或者你按下VBA Visual Basic也可以 那各位可以看到點擊進來的話 它基本的架構我一定是放在模組裡面 那模組裡面有Sub 那有Sub一定會有End Sub 也就是這個是頭 這個是尾 那這個頭的話後面會有它的Sub的名稱 比如這個叫串接 OK 那基本上也可以對應到一個按鈕 那這個Sub就清楚 所以喔 如果假設 我們要執行它的話 除了說按下那個按鈕之外 我習慣把這個視窗稍微縮小一點點 這樣可以把它移開 移到這邊 你除了說可以看到這個按鈕 可以 從這邊按執行 其實這邊執行的話也很簡單 就是說 你直接把游標 移動到這個程式的當中 然後按一下上面的執行 這樣也會執行 清楚的話 游標放在這個當中 按這個執行 它也會執行 OK 那或者是說你也可以再增加按鈕 那理論上 一般 比較方便讓你直接按按鈕 可是如果說假設 你只是要得到 執行之後的結果的話 那其實也不見得一定要 把那個按鈕給做出來 OK OK 特別注意 這個部分的話 是上個禮拜 我們用錄製聚集所產生的程式 它是放在模組裡面 模組裡面的 Module 1 有一段 這邊有兩段 OK 那再來的話呢 可是我如果要自己寫VBA的話 那該怎麼做呢 接下來的話如果要寫VBA的話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邊的話呢 我們第一步呢 我先把這個關掉一下 我是建議啦 你們可以 直接點這個VBA 如果假設它是沒有開啟狀 如果假設這樣 你可以找到 這個叫 Module 1 如果你沒有 Module 1的話 那表示你上個禮拜是沒有存到檔 如果你上個禮拜有錄製聚集 會有個 Module 1 OK 裡面就有這個程式 這個算是 如果你有做正常上個禮拜的動作的話 那如果沒有 那 沒關係啦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自己來寫VBA的程式 那可是呢 如果你要寫VBA的程式 那我應該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呢 第一步一樣 先開啟這個 Video Basic 不過呢 在開Video Basic之前 我是建議各位呢 可以把這個工作表 再複製一個一樣的 把這個名稱改成VBA好了 那怎麼複製一樣呢 接下來就是直接點選這個工作表 拖拉過來之後的話 按Ctrl鍵 Ctrl鍵按住 然後再放開左鍵 這個時候的話 其實就複製工作表 把這個工作表再複製一個 然後把它的名稱改成VBA OK也就是說今天我們的重點 就是要自己來寫 VBA的層次 那怎麼寫 首先第一個啦 我剛剛講 1 先點選Video Basic OK 2的話呢 當然如果畫面太大 請各位把它稍微縮小一點 我習慣是把它稍微調一下 調一下 OK 然後至少可以讓你的 這個區塊 這個叫做 專案總管 可以把它稍微放大一點點 那看一下有沒有模組 如果沒有模組的話 沒關係你可以按右鍵 假設如果有你把它打開 這個就看到上個禮拜的 聚集嘛 可是你想說 老師如果我今天不要錄製了 我自己要自己寫的話 那我應該 如何撰寫 OK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就是 如果假設你要 自己來寫VBA的話 那要從哪邊開始 OK 那我們按照步驟 1 點選Video Basic 2的話呢 直接在這個專案總管上面按右鍵 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 它會出現 有一個插入 那記得喔 以後寫 VBA的話呢 記得就是 把它寫在模組裡面 所以按右鍵的話呢 你就找到插入模組就可以了 OK 所以 我們基本上步驟 1點選Video Basic 2的話呢 按下右鍵 插入模組 插入模組 所以第二步囉 然後按右鍵把它插入模組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當然呢 如果假設你之前沒有錄製 那就Module 1 那如果 因為我有錄製過啦 所以我這邊變成Module 2 那不管你是Module 1 只要這邊空白都可以 自己來撰寫 那比如說我想要撰寫 一個 VBA程式的話 所以喔 記得喔 1 先點選Video Basic 2 按右鍵插入模組 3的話呢 請你在這邊打一個 這個 你將來要執行按鈕的名稱 比如說呢 我今天 我不要再串接好了 我叫 我換個名稱好了 這跟什麼呢 跟雲端上面這邊一樣 叫門號公式好了 那我要怎麼撰寫呢 大家特別注意喔 你直接在這邊打一個SUB 空一個 空一個 後面的話加上它的那個 你要給它的一個SUB名稱 也許叫門號公式 意思說我要利用公式 輸出那個我要得到的門號結果 就叫門號公式 Enter 那其實Enter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補上 小瓜糊 跟End Sub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 就在 SUB跟End Sub中間 就可以來寫程式 要寫什麼呢 記得一般習慣是 在這個SUB跟End Sub中間 按個TAB鍵 讓它換到下一階 然後跟它 溝通 接下來我們其實溝通 就是在 SUB跟End Sub中間 跟它講說 你幫我輸出公式 輸出什麼公式呢 就是輸出 剛剛我看 我們還是 直接把這個公式輸出 至少這邊會有 意思就是說 你幫我把這一串公式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怎麼樣丟這個公式 到這個儲存格裡面呢 那各位慢慢要記得 儲存格叫Sales 那如果說這個 工作表裡面的所有的儲存格叫Sales OK 然後哪一個儲存格呢 假設我今天呢 我要把它輸出到這裡的話 那這個儲存格是第幾列啊 他會問你問題 Row Row的話是列 第二列 那蘭的話是第幾蘭 所以第二個問題是 你要輸出到哪一蘭啊 那我要輸出到 1蘭 1蘭的話一般習慣 你當然可以輸入 第5蘭的意思 或者另外一個敘述就是一個文字 就是第1蘭的意思 記得1蘭的話 前後一定要雙以後 然後後刮骨 那這個Sales的 這個指的是Sales12這個儲存格 那你要放什麼東西呢 你就等於 後面呢 加上兩個雙以後 那意思就是說 把後面的東西呢 幫你丟進來 當然目前 假如說裡面是空的 如果假設你現在直接丟的話 它裡面 等於是清除的意思 所以兩個空的雙以後 表示說把它清空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丟一個公式進來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直接把這個公式呢 複製貼過來到雙以後裡面就可以了 OK 來把它複製 OK 然後取消 記得喔 複製取消之後的話呢 再切到這邊直接貼過來 不過 各位可能要注意一點 怎麼樣的問題 假設你直接貼上去的話 它會發生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 VBA裡面有一個規則 就是如果前後假設是雙引號的話 中間的資料就是所謂的文字 文字資料 OK 但是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如果把這個公式 複製之後貼到這邊來的話 那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裡面呢 也有雙引號 所以如果你假設貼過來的時候 它就會confuse 因為 我們VBA本身雙引號就是 文字的開頭 文字的結束 但是如果裡面呢 貼的公式裡面又有 雙引號它就無法辨識 它不知道說到底 這個雙引號呢 到底是 VBA裡面會用到的那個 文字呢 還是它公式本身的 前後 雙引號 所以如果要 解決這個問題有一個方法 就是記得 你要貼過來 之前 或者負負責取消之後 有沒有 然後你要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那你貼上去之後呢 假如有那個雙引號的話 記得一定要 把它改成兩個 它這個規則 就是一個變兩個的話 那它就知道說 原來你這個是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那我就知道了 OK那所以 你變成說你要把這些雙引號全部都改成兩個 那這個可能要很小心喔 變成說呢 你少改掉一個 都不行 一定要每個都改 所以還有一個方法啦 你乾脆就直接把它貼到記事本裡面取代也可以啦 只是可能要小心一點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然後後面的話呢 後面這邊也有 一個 這邊 再一個 那這尾巴這個是原來後面 我們剛剛加的 所以這個不要改成兩個 這個頭跟尾 就保持一個 你只是把剛剛貼過來的這一串公式呢 如果它裡面有雙引號 那記得就是把它改成 兩個 所以極論上這邊有 這邊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 七 八 九個 理論上應該九個啦 少一個都不行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第一段就寫了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再貼到底下 把它改成清除好了 或者叫門號 門號清除 OK 你叫門號清除 清除 的意思就是 把 資料清空 根據12儲存格啦 所以 請你把剛剛等號後面的這一串公式 改成兩個雙米號就可以了 那就清除 那我們執行給各位看 如果我執行 下面這一個公式的話 執行 那你會發現 他 就會把 這個雙米號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這個兩順就清除 所以把它清空了 那如果我執行 上面這一段的話 各位可以看喔 我把剛剛的公式 把它丟到這個儲存格 你會發現 丟過來之後的話 那剛剛這一串公式 他 就會 被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這一段東西 他就被丟到這邊來 那因為呢 我剛剛有講過 如果他是公式 他可以利用什麼呢 兩個雙米號 當成他的規則 但是丟到你公式裡面來之後 你會發現 他兩個就自動轉成一個 當然區隔啦 主要原因是因為 VBA本身 已經用掉了這個雙米號 如果你公式裡面又有雙米號 他會 搞混 他會confuse 不知道說 你貼的這一段到底 雙米號有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請各位試試看 完成剛剛我講的這些動作 OK 那這個就是 VBA的 第一 第一段小程式 執勤的話就是 這個就清掉這個儲存格 這個的話就把公式再丟過來 OK 但還沒結束喔 你想說老師 那如果我只有針對 一個儲存格 那其他儲存格怎麼做呢 請各位先試著做做看 這一段程式啦 假如說你不是 很跟得上的同學 其實你也可以從雲端白板上找到 雲端白板好像這邊就有了 在第14頁 就這一段 如果假設你 假設老師 我不會寫 我寫太慢 沒關係 你Ctrl C 你會複製貼就可以了 Ctrl C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一段 假設說你什麼都沒寫 你可以先貼 這樣也可以執勤 這邊可以執勤 這邊可以執勤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我把那個最重要的部分再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 第一個 第一個呢 如果你這邊沒有任何的模組 你就直接按右鍵 插入 模組 第二步的話呢 再次上面打 打哪些程式 就是我剛剛講 雲端白板的第14頁 就這 這一個跟這一個 你把它Ctrl C 最好是自己打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你比較跟不上的東西 沒關係 你可以先貼 貼完再刪除 自己再打一遍 然後郵標移到這邊 先把它清除看看 能不能清除 可以 那能不能執勤工事 也可以 那表示 第一段就完成了 請各位先試著 做做看